欢迎你加入 来 老师物理教师 我们今天又来到这个 第三个格格里基安的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Satellite Buratan Malaysia 马来西亚做的这个卫星 人造卫星 不要看低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也有卫星了 Chondo Satellite Buratan Malaysia 有Miasat Malaysian East Asia Satellite 这个最新的出道3D的 3D 然后不知道第几地 它的代号是3D 等下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这个是3A 这个上网站我找了 3A 我们自己找的卫星 然后说这个TiungSat 这是Micro Satellite Micro Satellite就是一个Micro 是微米 微米人造卫星 TV 还有RASA SET SET这个字都是Satellite的 这个是拿来Penimajan Bumi的 我们去观测这个地球的表面的那些影像的 还有Pbit Pbit是一粒FemtoSET FemtoSET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Satellite 给大家看 所以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卫星 人造卫星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谈 这个人造卫星到底跟牛顿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们要学牛顿的万有引力 牛顿在发展出万有引力的时候 它是16多年16++年 可是这一些关系到太空宇宙 星球的运作 我们发现到那时候是一个管测 这个天文学 又跟那个占星术已经分开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它基本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使用方法了 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 可是很难去用它 因为理论上我可以让一个东西 我只要以它的特定的速度设上去太空的话 那么它就会绕着地球转 可是问题是在牛顿的年代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技术 对不对 那么科技还是会进步的 所以慢慢当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去运用牛顿的理论 就想说 我有没有可能把一些通讯用的这些仪器 就射到太空宇 让它变成卫星这样转了 就开始有这个人造卫星的概念出来了 那么它的问题是 人造卫星要怎么样射出去 就让它围着地球转叻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牛顿的思想实验 这个Ramalaiza Newton 牛顿在好久以前就提过 如果你有一个很高的山里射一个大帽出来 速度不够的话 它就会成跑路线掉下来 掉在A这里 速度再快一点的话 但是还没有 不能够让它绕着运转的话 它就会掉B咯 就比较大的跑路线 它一定要有一个足够的速度才能够开始绕着轨道 绕着地球转 再给它快一点 它就绕更大圈一点对不对 所以呢 难题就是 我要先计算好 如果我要让这个贵星它进入轨道绕着地球转的话 它的那个切入的速度应该是要多少 它的那个高度应该是要多少 这些都要先放进计算里面 你才知道说你在射的时候 它应该在什么时候加速度切进去 大计算可以给它走一个特定的高度 然后它就可以绕着地球转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计算不对 慢的话它就会掉回去地球咯 浪费了你的卫星 超过的话那么它就会 跨离这个地球的引力就继续往前飞了 低定率嘛 你一动它就继续往前动 如果那个地球引力抓不到你的 你就一直往前飞 你的卫星就不见了 回到不往哪里去了 所以这些都是计算来的 要有非常精准的计算 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牛顿是怎样半道的 Rumus Large Linear Satellite 实现速度 我们知道说它在每一个位置 它都有一个跟着Tangent跑的那个速度 Diamne Moussat The Diagravity 这个我们是学过的 其实地球的重力就是让它旋转向行力 所以MV Quasitura除R等于GMM除R Quasitura 那么我这里用GMM大M小M 然后我没有用M1M2 是因为我这里已经知道 对比的一颗是非常大的星球 跟一个很小的object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大M跟小 然后这边的小M就是那一个 在地球表面的那个物体 所以这个我可以约掉了 M跟M约掉 R跟R也可以约掉一个 这样我就剩下V Quasitura等于GM除R 这样Quasitura丢过去就变成 Puncher Quasitura V等于Squared GM除R 这个就叫做Laju Linear 从这里公式里面我就看到说 其实你的那个 线速度跟你的PuncherR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你要切进这好速度 跟它要飞多高是有关系的 一个特定的高度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速度 它才会绕着圆形转 不然的话它就会飞出地球 或者是如果不够快 它就会掉回地球里面 所以要非常准的精准的计算 那么我们来看M是几星不密 R是Gergic Orbit H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卫星你看 卫星从表面往上是H 我们知道说R是你的圆形的半径 那么这个半径其实就是从表面上去的这个H 再加上地球的半径R 所以小R等于大R加H 我的小R其实可以换成大R加H 这个之前已经提过了 所以最后呢我们整理一下我的Laju Linear 是V等于PuncherBoss GM除大R加H 我的这个直线速度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所以特定的高度就会有特定的直线速度 就是如果你要给它转圈的话 你的那个高度跟你的那个直线速度不符合的话 那么它就 Either是它掉回去地上 不然它就飞出地球了 我们来看 第一题 SERBOA Satellite System GPS 我们OBIT BOOMI BIT BOOMI 20-200km 我们每次用的GPS 我们用Google的卫星 其实它是在一个 2020km的高度 从这个地表面 那么我们的JJARIB BOOMI 有63-70 这个地长 这个是万有引力常数 GPS Hiton Large Linear Satellite System 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它绕着转的嘛 对不对 我们OBIT 所以你绕着转 OBIT了之后 你的这个高度 它一定会有一个符合它的 Large Linear的 它才会绕着转圈圈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Large Linear的公司 一题目问Large Linear V就等于Square root GM除R加H 第一题简单啊 我们只是要带进号码而已 好万有引力常数 G哈 6.67 乘18-11 M大M就是那颗星球 对不对 这里用的是地球 地球没有给啊 不过我们上次有提过 有摇背对不对 好 5.97乘18-24 背地球的和那个 太阳的就可以了 地球是5.97乘18-24 太阳是1.99乘18-30 除R加H R哈 这里是地球的半径哈 63-70 可是呢 哈 这个不是NISPA Large Linear 是Meter per Saat的 所以要用Meter跟Saat 所以这个Kilometer 不可以要化成Meter 所以加多3个0 加上H 高度2020 那么再加3个0 整个Kuncher 我们来看这个什么号码 啊 有很多号码 我们先从里面开始打起了 第一个先6.67啊 6.6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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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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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除底下这个除 加起来637000 37000 加 2020 000 整个答案来 好就拿到3871.3 m B 如果你的拉铸这个速度他变慢了 那么这个我们刚才有提到对不对 运动的思想实验 如果你速度不过快 那么你就可能会 如果你速度不过快 但是他还能够维持这个 Orbit旋转的话 那么他就绕比较小圈 如果他的 如果他的速度连这个绕转转门Orbit都不够的话那么就会掉下来咯撞到这个地球表面去 然后就掉回来 所以我们有两个可能性 所以可能性就是他会掉进一个比较低的Orbit 或者是他会 继续的去旋转 Mendekati Bumi 然后跑进去Atmosphere里面最后就掉在 Pomogat Bumi 因为这个Satellite毕竟还是 用一些比较 坚硬的金属做的所以他虽然进入大气层也会燃烧到晚了所以他会整个 就会有个残骸掉回来 如果是陨石就可能会烧到晚你就看到丢行而已 Soon C 即个Laju Satellite adalah lebih dari JapanEA Tetapi kurang dari L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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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ellite Satellite 其实B跟C同一个concept 你如果更快的话那么他就会 更大圈 因为他还没有到Laju L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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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düny Laju Laju 你一到逃逸速度你就会脱离 地球的引力范围你就 trao 飞走 飞向太空 就远离地球了 这次就往前飞了 越来越远了 好 这个是逃逸速度了 我们暂时放着 因为逃逸速度还没达到 等一下我们加了逃逸速度再 跳回来 好 我们现在来一个比较烧脑的了 可能有些人已经注意到了 老师你讲说他的这个速度如果变低的话 他就会 掉回来嘛 然后再做一个比较小的 然后如果是速度高的话 他就会远离 然后做一个比较大圈的那个 环绕嘛 对不对 可是 公式里面这么好像不对的 你看 V等于 Square root Gm 除R嘛 这样子 V跟R应该是 成反比啊 V应该是Percata 松上和Square root R 拉住 Linear越大 你的 主加率应该越小啊 是不是应该是说转到内圈的时候 在更低的这个低轨道的时候 他的那个Linear应该要变大 可能也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么不对的 跟这个 这里这一题他有 这一个 所以看这一题 他其实用的字眼他很小心 他用Large Satellite 跟Large Linear 为了解这个问题 其实我去找很多的资料 看到我自己的头晕晕 后来我终于 得出个 所以然 是这样的 如果我有一个 地球了 有一个卫星 在这里飞 那么他卫星在 环绕的时候呢 他已经满足了一个高度跟一个速度了 就是我们 题目刚才讲的 现在如果他的高度是2020km 的话 他的Large Linear 必须是要387.3 那么如果这个卫星要变轨道 比如说他现在要飞去更高的轨道 那么还要怎么样 飞去更高的轨道 首先呢他要 碰火 加速 飞哪里 爬升 当你的卫星在加速爬升的时候 往上飞啊 往高飞啊 好 当你往高飞的时候你的 你的那个 格乌巴亚按 Gravity 这个叫 EP MGH 他会 变大 因为你爬上去了吗 你的位置更高了你的这个 地势能也变高了 那么 那个格乌巴亚按 他是跟那个 Kinetic 就是相反的吗 当你的那个格乌巴亚按 变大的话 你的 那个 Kinetic 就会变小 那个Kinetic 跟什么有关系 有跟速度有关系 所以当你爬升上来的时候 到了你的高度 对 好现在这个卫星 他又开始进入轨道了 对不对 他开始进入这个比较高的轨道的时候 他自动的他的拉约里面就会变小 慢下来的 就符合这里的 就是拉约里面 开始变小的时候 其实你的Gravity也变大了 这样如果 比如想现在同一颗卫星 他遇到空气阻力 会遇到空气阻力 它的速度就会慢下来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平衡就会打破 那么他就会开始往 里面掉进去 给引力拉进来了吗 因为我们从 向心力的公司F等于MV 和R 我们要找 拉住Linear跟R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要 相比较就要把它省过去了 它必须是左右才可以比较吗 叫F R等于 MV 那么现在我的向心力不变 因为它是万有引力来了吗 我的那个satellite的机信没有变 所以F不看 机信也不看 我就拿到说 哎我的R 其实是跟V 乘正比 你的 环绕的半径 绕一圈的那个半径 Jajari 它是跟你的限速度 是从正比的 也就是讲 当你的这个速度掉下来的时候 那么其实你环绕的这个 半径也是 会减少 或者另外一个 讲法就是我会做向心运动 我开始靠近了 靠近地球了 靠近地球的时候 他进入比较低的轨道的时候 如果他又符合条件 继续做圆周运动的话 现在这个位置 他继续做这个圆周运动 他在比较低的轨道了 然后他符合的条件 他要继续做圆周运动的话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因为 他 位置低下来的 所以位置低下来的 他的 等那个狗运动变低了 等那个狗运动变低 他的那个kinetic 就会变高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哈拉举 其实会增加 所以他一进入这个轨道 做圆周运动了之后呢 他的 拉举 这个时候就变快 所以 近地轨道的卫星 就是靠近 地球表面的这些卫星 他们的这个运转的速度 都是最快的 这个又符合了 V OK 所以你看这里他其实问的很小型 他用的是拉举 Satellite 他不是用拉举理念的 看到吗 他是讲那个卫星本身的速度 拉举 Satellite 就可能是遇到 攻击阻力 那么他就会被 慢下来 他慢下来就可以引力往 异星拉 好就是做向心运动 跑进来了 跑进来了 然后 他进到比较低的轨道路 他又满足条件 再继续做 圆周运动的话呢 这个时候 卫星一进入那个轨道 他就会开始加速 就更快的这个拉举理念在旋转 才能够 满足这个 圆周运动的这些条件 如果他 没有办法加速的话 就会掉下来 然后 这个就跟我们讲了 如果他要 去到更高的轨道 他其实就要加速了 这个时候可能卫星要喷火 Boom 直直往上飞 往上飞的话 他进入更高的轨道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 他在旋转的这个拉举理念 反而会变慢 其实还不止这样 如果你在更深一步去学的话 那么还有 他的轨道 他会变椭圆形 然后再进到圆形了 他在升 轨道的时候 一开始是椭圆形的 然后才 去到同一个高度 才会变成圆形 这些都没有 这些讨历形 所以我们就没有 去touch到 所以其实蛮多内容是还没有去 通促到的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卫星的 轨道 那么卫星呢 我们可以基本上把它分成两种了 一个叫做 Jobbergun 一个叫 Pukan Jobbergun Satellite Jobbergun 就是叫做 地球 静止 轨道 或者叫做 同步 轨道 也可以 所以 地球 静止了 Jobbergun 是那个 我们叫Position 他的位置 Bergun就不动 英文叫做 Jobbergun 当然这个Jobbergun不是讲说这个卫星是不动的 而是 他这个卫星他在绕着地球转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对照着地球的同一面 你如果是在那个 位置上面就感觉他还是在你的 前面 所以就以为他是不动的 比如说 这一颗卫星 他现在照着的是地球的这个位置 叫做A 照着这个A 那么他转去后面的时候呢 地球也在自转 那么这个A的地方就跑来左边了 可是卫星刚好也跟着他转来左边 所以他还是照在A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住在A的人你就一直看到所有卫星在你的上面 就感觉上他不动的 这种就叫做 Satellite Jobbergun 这一种卫星呢 他通常是拿来做通讯用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呢 你要让那个卫星刚好就是绕着地球 的同一面再转的话呢 那么他只有一个轨道而已 这个轨道就叫做 地球静止轨道 或者叫同步轨道也可以 只有一个高度而已 那么你在这个高度呢 你就能够刚刚好 这个卫星呢 他就是跟着地球的 自转的时间是一样的 7等于24个降 等于Tempo Putaran Bumi 他到地球转一圈 跟地球自己的自转一圈的时间 是刚刚好的 他就会同个时间 就一直照到同个地方 他用在 通讯 一个范围的信息传送 比如说马来西亚上面有一个卫星 那么这个 Astron他就是用那个卫星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数据传输一直都是社区那个卫星在照去你家的 如果说现在那个卫星会跑的 你住的地方已经从右边的A跑去左边的A了 可是那个卫星他还没有到 那么就发现到数据的那个传送就会delay 比如说Miasat Miasat最近的新闻就是 我们又发了一颗新的叫Miasat3D 这个是Miasat3D发射啊 2022年6月22号 这个是 马来西亚的国旗Miasat放在火箭上面了 然后就 然后发射火箭喷 你看火箭喷出来的火是很夸张的啊 点燃料他这个燃料他是一下子冲上去的 这个火箭喷 他射上去了之后最后我们的Miasat3D就上太空了 那么 Miasat3D拿来这么的啊 他提高网络的速度 如果甚至能够去把这个 网络的速度从 Singat3D30Mbps 13Mbps 去到100啊 所以这个是超过一倍啊 30变100 然后两倍多 然后 我们就可以 快速的 速度网速去看到 叫video4K或者是8K 现在的YouTube 如果你upload 4K或者是8K的那个SourceSumble上去对不对 YouTube也不能够播到这么轻的 最高就是可以调到1080 因为网速不够啊 你放到4K的话 不能跑 所以通过这个卫星呢未来我们的 网速就有机会啦 当然这个是商用啊 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加加收钱还是怎么样啊 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网速 然后Extro啊你要看Extro啊 啊他都可以 快咯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是Miasat3D 刚刚才设上去吧 这个是Miasat 忘记提 这个 Orbit Bumijo Bergun 我们刚才讲说他只有一个轨道而已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Orbit Bumijo Bergun 禁地轨道在什么地方 其实他非常地靠近我们 他就在赤道的上面 在Katholic Teva的身上面 好第2个我们来看 Satellite Pugan Joubergun 如果你有1种是Joubergun的话 那么另外一个对应的就是 Bugan Joubergun 他不是近地轨道的 也就是他会比 近地轨道 低或者是高 然后叫做低轨道或者是中高轨道 Dexenia brother Orbit lebih rendah Ri Badao Bumijo Bergun 我们不疑 Tempo orbit Ri Badao Ri Badao 24 如果你是低轨道的话 靠近地球的话 那么他肯定 他就 都范围进了嘛 所以他旋转的那个周期就不会到24小时 比较快的 如果是长过高过远过的话 那么他就会多过24小时哦 Buradour the Atas Kodrigan Geography Burrubar Uba Tipo Mugan Bumi Burrubar Sard啊 Pipit啊 Iss 刚才讲Pipit是一个Pentor Sard嘛 对不对 Pentor Sard是一个非常小的卫星啊 对你看那个人的手上呢 这个就是那个卫星 非常非常的小颗啊 现在已经进步到这样 我们想象的卫星可以带很大的不对 但是卫星其实也可以很小的 他其实只要做个传输数据 他有那个功用就ok了对不对 那么火箭这个航天学 他其实是有难点的 怎么难点 因为我们讲说地球的那个引力 地球的重力嘛 你要去脱离地球的重力 你要一个特定的速度 我们要去到11.2km per second 一秒跑11.2km 这样子的速度 才能够到达这个逃逸速度 就飞出地球的这个重力范围哦 所以如果你要有这么快的速度 那么火箭用的燃料 其实是Hydrogen还有Oxygen哦 Hydrogen和Oxygen呢 那么的燃料呢 他放进去了之后 因为火箭很重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让这个这么重的火箭 就有一个反作用力 往上可以脱离地球的引力范围的话 你其实要用到很多燃料 你要用到很多燃料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产生更大的力赖火箭飞上来嘛 对不对 你就要放更多的燃料 可是你放了更多的燃料 它就更重 所以它更加重的时候 你就要放更多的燃料 来让它飞上来 你就发现它这个是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为了要让它再更多东西 我就要加更多燃料 可是燃料一加下去 它又变重了 又要更多的力赖往上飞 这个就是火箭的难题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那个卫星做到像该那个femto set这样小颗的话 那么我就一个火箭头其实可以装很多个卫星 对不对 就可以节省成本 所以现在科学家在研究怎么样让它更便宜 包括说这个Tesla 美国的汽车公司 我们讲现代版真实版的那个谁 Ironman 那个Tesla老板 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他们已经在研究了 就是因为Tesla其中有一个project 就是在人上太空的火箭旅行用的 人人可以上太空 SpaceX 他们现在研究就是回首火箭 就是火箭射出去了之后 那火箭是可以用回来的 这个有点技术难度了 通常火箭射上去就是不要丢掉了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火箭很重嘛 其中一个做法就是燃料在燃烧的时候 飞上去了 对不对 那么它飞到一定的高度 它就开始把它已经没有用了的 那个燃料桶啊 跟它的那个火箭的那个机身啊 就把它分开 就把一部分的重量就丢掉了 不要了啊 剩下来就比较轻 又在喷火又在往前飞 这个是节省 燃料的一个方法 就是detachable 能够被拆解的一个机身 这个火箭飞上去的时候啊 很震撼的话 放开 那么那个火碰到它就会往上冲 当它往上飞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把它不要的丢掉了 像这样啊 中间那个是燃料室的哦 就放燃料的 所以它在飞的时候 飞了 飞起来之后呢 这个燃料就越来越少 所以燃料用到完的时候呢 那么装燃料的这几个部分就没有用了咯 它就设计成detachable 就是可以被分解的 碰 丢掉了 不要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太空垃圾其中 一个也是因为这样啊 拆掉了不要了 那么剩下来的继续就往前飞 然后就切进去那一个轨道里面 最后它就能够绕着旋转 这个是前面我们装东西 你真正要装东西的地方啊 所以其中一个在研究的项目就是 如果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 火箭从原地起飞 它其实要有很大的那个力往上冲 Vertical往上射哦 那么我能不能够就做一个方法 就是我不要Vertical往上射 我先把我的火箭就放上飞机先 放上飞机 然后用飞机来飞嘛 飞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再用火箭这样子射出去 这样我就节省了那个 它从地面到天空的那一段距离的那个燃料 这样是不是应该更省钱 对不对 成本会降低嘛 这样连我都想得到 没有那个工程师想不到对不对 而且根据数据啊 就是我们讲火箭是直直往上发射的嘛 为什么不要用飞机这样子 就是horizontal平面这样子往上飞飞上来 每天都有50万架飞机在飞啊 然后这样子往上飞的那个 成功率应该很大 直直飞的火箭的话 其实它的成功率只有大概90%而已哦 还是时常都会听到一些火箭还没有起飞 就爆了 炸掉 这样工程师不必去想到这样呢 我把那个火箭就装在飞机上面 给它飞到一个特定的高度才把它放掉 从高空那边再往前射出去太空 可不可以哦 其实有的啊 这个是最早期的做法啊 把火箭小型的火箭带上飞机 然后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再把火箭射出去 射了 这个是火箭来的再碰 从这个高度它再射出去太空 所以其实是有人做的 可是呢最后 发现到什么样啊 其实火箭它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东西载上太空嘛 如果你用那个飞机来载的话 那么你飞机载的那个火箭 它就是小咯 肯定是小嘛 对不对 小的那个火箭肯定 扣掉那个装燃料的那个部分的话 你能够载东西的容量哦 就肯定更小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发现到说 其实成本更高 就是你把它做到这么小的火箭 放了燃料然后射出去哦 可是再一点点东西上去不了 对比一个那种大型的火箭 它虽然又很大的那个火箭的那个箭身 要放很多的那个很多的燃料 可是它一次过能够载的东西 它的容量是比那种小小的大很多倍的 所以最后算算算算到来 用飞机载的方法行不同 成本反而更加高 因为你载的东西小小一点点而已 所以最后才是用这个直直往上飞的火箭 现在到现在都是这样哦 这个就很有趣的一些 idea跟大家分享了 那么讲回这个Satellite Joe Bergun 跟Pukan Joe Bergun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啊 我太太的娘家在Berrack一个小渔村哦 那么这个Berrack的小渔村 我们每次回去的时候 就有时候太无聊嘛 就在那个小渔村那样散散步啊 看看风景啊 我就发现到 那个渔村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很多的屋子的上面的屋顶哦 会有一个很大的天线啊 有多大啊 这个天线 如果你家有普通的Astro天线 他大概是这样小哥吧 他是普通Astro天线的 大概是六到七个这么大 很大的那个天线 就装在他的屋顶吧 然后不是一家 是很多家 可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 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天线 那边有个这样的天线 哪来做什么用呢 由于是我就问我的大舅子了 就是我太太的哥哥 那我太太哥是一个工程师了 他就有这样子的这些知识 他就跟我讲 我太太哥啊 他讲这个天线啊 很好用的哦 他是拿来看电视的 我看电视啊 这样ok啊 我能够了解啊 这种叫卫星电视 卫星电视跟网络的电视不同啊 网络的电视你要开internet 你要有网络才能够看节目的 可是卫星电视是不需要的 就有一个decoder 然后这个解码器 你只要开那个解码器 他就能够就出现在你的那个电视机里面的那种节目 真的是像不收费电视的节目一样的哦 卫星电视 这个装上去啊 什么频道都可以看的 中国台啦 印尼台啦 美国台啦 什么台都可以看的 哇 这样好的东西啊 我就问他 这不是很很贵 他讲不贵哦 几百块罢了 这么这样便宜的几百块就可以看这么多的电视节目 因为原来这个天线是拿来偷卫星讯号 偷的 啊 怎样偷哦 我们刚才讲说 拿来做通讯的卫星他会在 测到上面嘛 对不对 所以 马来西亚 非常的 好的地理位置就是我们就在赤道 我们的天空 其实你现在往上看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造卫星 在马来西亚的天空上面 所以这些卫星呢 他们就是做什么 他们其实是拿来传送数据的咯 不同不同的数据 什么电视节目啊 都会在马来西亚的上空经过那些数据 所以这地卫星就拿来偷 直接把这些数据全部收收收收收收收进你的电视里面 蛤 偷的啊 这样警察不会抓的咩 他讲哎呀 小地方哦 搞不好连 这个我不敢讲啊 连某某自己的家都有 这样的东西 他跟我们的电视盒不一样啊 如果你懂电视盒 现在很流行 对不对 电视盒是网络的 然后 我的一个亲戚啊 他是做这个汽车的 在有一天呢 他就来我家了 他就拿了一个apps给我 放在 pendrive里面 因为我家有个电视盒 他就帮我install了那电视盒 神奇哦 你收了那电视盒之后就可以看很多戏咯 跟这个卫星电视的作用一样咯 就是你没有很多很多的频道 你可以一直看咯 不过这个是要用网络的 这样我就问他咯 这个东西怎样咯 哦 有很多人在偷嘛 然后每次有很多人装这些卫星在偷这些信号 他们的做法就是把这些信号偷了 他用卫星偷了数据 然后他把这个数据放上网 然后你的那个apps就可以通过 那个可能是同样的frequency还是什么样 就去收到他发出来的那个数据 那么你就可以看电视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这一些所谓的电视盒都有一个expire的 所以他跟你讲可以用两年还是可以用三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偷讯号的人 他会把它变成他自己private的一个 data sentry 对不对 你有apps就可以读嘛 对不对 然后他两年三年过后 他就开始换他的ID 这样你你的ID就不能够 不能够拿到他的那个数据了咯 就过期了expire 你只要买过 这样子的一个concept 所以都是属于方法的啦 其实我们有些我们都不会是地带 所以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电视盒 你家有电视盒吗 现在蛮多人都有了 现在 如果是合法的电视盒 很像你装unify 他就送你那个unify的那个电视盒 那个就合法咯 因为他用管道啦 就是他可能跟对方买过来是怎么样的吧 那些数据变成internet 变成data send出去你就可以收 我家的这个也是 没有了啦 我们买中国版的小米 所以其实也是 那些是 是不对的 不过他的concept就是这样啦 那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 马来西亚的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 卫星啊 数据卫星 因为我们刚好就是在 Orbit Bumi Joburgun 那个卫星是24小时 就对着地球的一个地方在转 给大家看这个啊 这是一个模拟器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 Joh stationary啊 这个是我们讲的那个 Bumi Joburgun啊 我们来看 啊你就看他 他旋转的那个 他那条线照到的就是地球的位置啊 他永远都是照着同一个位置的 那么他转完一圈 就跟地球自转的一圈大概是一样 23点多这个小时 如果是近地轨道啊 靠近的啊 那么就是快的 啊你看 那个卫星照到的地方就一直不一样了 看到吗 拍下来会有时候会照到这边 有时候会照到那边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种轨道呢 最近的新闻就有咯 SpaceX 我们该讲那个Tesla 那个公司 他发很多这样子的近地轨道的卫星啊 我们的近地轨道啊 靠近球的那个地轨道 他就是要做他自己的一个网络 然后本来是相应用途咯 不过后来那个 我们还知道说 那个俄罗斯跟苏联 还在打仗嘛 对不对 开始打仗的那个时段 对不对 其实这个SpaceX 这个公司 Tesla这个公司 他们就接触了他们的这个卫星 这个近地轨道的卫星啊 就给乌克兰用 好给乌克兰用 就是给他们发射那个讯号咯 好像有些人用那个MAP啊 比如讲人在哪里啊 或者是有些人 他们发现的时候 前面有坦克啊 就开始 就开始发他的那个位置啊 告诉这个军队说 其实我们的敌军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 就是各种的战争的通讯啊 这个SpaceX 和这些低轨道的卫星就发挥了作用 这个是在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如果是那些很远的 我讲这个 这个就慢过地球 你注意看也是一样 他造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来研究什么 如果是这样子的这个轨道的话 可以他慢慢造地球不同的地方吗 所以他可以研究地球的气候啊 每一个地方不同的气候啊 慢慢观察 这个就远的 其实还有好多种不同的卫星 包括说有一些是 他不是Horizontal这样转 他是Vertical这样子转的也有 比如说这样转的也有 就是对着南北极的 卫星这样子转转也是有 这个就24小时了 所以都有蛮多种不同的用途啊 所以你看全部都是要通过计算 用特定的这个拉筑射进不同的高度 他才会旋转 所以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 是帮的非常非常大的忙 ISS啊 ISS是那一个国际太空站 ISS 这个国际太空站 就是国际的 就是很多个国家一起发起 不断的把它建上来的 这么在太空上面的一个集合地 里面就会有太空人在实行啊 做实验啊 那么因为他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给太空空人观察地球嘛 所以他就没有在那个 Orbit Joburgun 他没有在Orbit Joburgun的 Orbit Joburgun你一直看到的 都是地球同一个地方嘛 他们要看地球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会在 我不清楚他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啦 总之就是不干 Joburgun 这个是IS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国际太空站 所以就跟大家介绍啦 这个是关系到卫星的一些介绍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集见